中超连赛第十四轮 广州恒大主场对阵来访的重庆思维 目前的积分暴形式对于恒大来说非常不利 排名已经跌至第六 面对暴击队伍重庆思维 必须要全取三分 赛前恒大发布了非常有霸气的眼神沙海报 体现了球队实施待发的良好状态 由于第十三轮比赛的改赛 恒大全队得到了十一天的休息 自以主教练卡曼软罗将再次变换阵容 一把剑刀阿兰重建天域 号称查莫斯的张林鹏也回来了 封线上 广州恒大尝试顾高拉特之后将划刀 让阿兰冲封线阵 毕竟高拉特的状态比较一般 阿兰则在下棋集训期间 表现出了很高的水准 他竞争高拉特获得出场时间是很合理的 阿兰将与高林 约翰超组成恒大三叉戟 其中阿兰和高林算是最佳排档 两人在场上的跑位都很飘忽 经常在内部完成换位配合制造杀器 约翰超则最近一场比赛中释放了强大的绿叶属性 多次传绒非常有威胁 他也收获一次助攻 状态喜人 中场方面 塔利斯卡和保利尼奥的组合将固定不变 但是政治可能会休息 毕竟38岁高营 在高温天气下比赛消耗非常巨大 黄博文叶时可能会得到首发的位置 塔利斯卡 保利尼奥 黄博文三人组成的中场 依然是全中潮最恐怖的 塔利斯卡首秀已经掌写了王的气质 而保利尼奥有望进一副释放能量 后方线 冯霄亭在重庆思维的外援面前似乎毫无作用 因为他们的速度非常快 不利于冯霄亭的发挥 所以中位组合将会是梅芳和张宁鹏的组合 冯霄亭以往得到休息 两边的异卫和门将则相对固定 分别是李学鹏 邓海文 曾成 此次中间出击 广州恒大三分看上去很稳 但是重庆思维一向不怕强队 善于打赢战的他们具备逼平 甚至战胜恒大的实力 因此 恒大仍要保持上一场的状态 全面开火才能战胜对手拿下宝贵的三分 再次击一会儿 再次击一会儿